綠色照顧站出來 守護高齡一起來 綠色照顧站 有鑑於農村人口老化嚴重 草屯鎮農會於稻香農情館成立 綠色照顧站 方便鎮內高齡者就近參與 將推出長者共餐 健康照護 以及各式樂齡活動服務 以充實勞農晚年的生活 我們現在都在推動長照2.0的計畫 我們老館 也是只有我們超頓農會唯一可以入選 這裡後面也是會讓我們的長者 關懷據點來這裡共餐 來這裡學習 學習我們一些相關的技能 也感謝我們農會超頓農會這麼的用心 也來成立我們的綠色照顧站 未來可以照顧多多我們的市長 民選也希望綠色照顧站 可以慢慢落實到南道館 我們的每一個農會 甚至到我們每一個地方 綠色照顧站 漁美週五提供健康諮詢 關懷仿視 抑制活動 互動共餐 並設計多元的創新輔導課程 照顧高齡農漁民 讓高齡者可以在農村找到活力 透過植物以及作物的栽種 進行綠色療療 有時候孤獨老人 然後一個人生活 他心情比較不愉快 那我們這邊我們叫他擦花 對不對 讓他做一些綠色的一些農產品的一個加工的一個製作 比如說做一個人造花 還是做一個比如說我們這個染布 他很高興 我們到田間我們去做一個快樂農園 我們去做一個這個踏青 就是我們綠色的關懷 新議員唐曉芬表示 南投縣今年只有草屯鎮農會通過申請 相信在未來在理事長的帶領下 農會的團隊們必定能將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也希望陣內的農民長輩們能夠善加利用 他希望說透過這個招呼站 讓我們這些黨者來這邊做個活動 那共餐的部分 我們草屯鎮農會雖然第一次來承辦這些業務 我相信說未來在我們理事長所帶領的團隊 一定會把這個招呼站辦得非常有聲有色 也希望說草屯鎮這些長者有機會 可以帶來到我們的招呼站來這邊 做一個共同的一個學習成長 農會強調協助在地高齡者健康老化 串聯互動網路行動關懷高齡者 找到新的生活重心 促進高齡者身心健康並帶動農村活力 是草屯鎮農會努力的目標 記者洪一輪草屯採訪報導 今天是我們最好的 好